法國巴黎的蕭蒙山幽公園 是很多影片的拍攝地 包括Netflix熱門劇集 《艾麥莉在巴黎》 現年46歲的疑犯 6日向警方報案稱 46歲的妻子阿西亞 1月31日晚上外出後不知所蹤 這對夫婦結婚26年 育有三名小孩 蕭蒙山幽公園的圓丁 13日在一個膠袋中發現碎屍後 公園被封鎖 調查人員後在不同的膠袋中 發現包括頭部在內的其他部分屍體 並透過指紋確認死者身份 當地傳媒指 警方認為疑犯說法前後矛盾 而且大廈閉路電視 和調查人員都無法證明她說的話 因此懷疑她是殺害阿西亞的兇手 警方23日拘捕她後 她24日終於承認是自己殺害了妻子 將會面臨最高30年監禁